在2018年的美国电影《潜舰猎杀令》中 俄军和美军成功联姻 俄军导弹向美军潜艇袭来 千军一发之际 在一旁看热闹的俄国军舰突然开火 让人没想到的是 其密集的近程火力网并非射向美国舰艇 而是为它构建了一道爱的防线 我们先不说俄军和美军的爱情故事 在现实中会不会上演 但说这种程度的密集火力 真的能在如此近的距离拦住导弹吗 电影中开火的毫无疑问 是舰载近程炮 属于加特林式密集阵 目前此类火力的典型代表 是美国MK15密集阵近防炮系统 该系统是雷神公司 专门为了反制导弹而研发的武器 类似还有荷兰研发的守门员系统 以及韩国正在研制的CWS-2等等 目前韩国军舰上的近程武器 依旧是守门员和雷神公司的MK15 据韩国军方宣称 2026年CWS-2将全面替换上述两型 成为韩国驱逐舰 甚至是航母上的主要近程防御武器 据说CWS-2采用的是韩国自主研发的 有源相控阵雷达 比守门员系统所采用的机械式雷达探测能力更强 精度更准 CWS-2采用了七管加特林式机跑 口径30毫米 每分钟可发射约4200发子弹 可在最远两公里的距离上 攻击敌方精确制导弹药 对于敌方飞机 最大交战距离约为3.5公里 单看射速和防御距离 CWS-2比不上MK15进防跑 但韩国既然决定用它替换美制进程武器 想必一定也有它的道理 总之无论这一类武器怎么变化 都离不开两个核心部分 密集阵禁防炮的射速所形成的阵列密集度 以及雷达发现和锁定能力是否足够先进 禁防炮的作用主要是配合无源置心式干扰使用 一旦需要禁防炮开启密集阵 就说明威胁已经突破了无源冲弹式干扰 有源噪声阻塞角度欺骗 骗过了各种远中进程导弹的拦截 可以说密集阵是足球守门员 是对方前锋带球突破之后 挡在起方球门前的最后一道防线 MK15进防炮密集阵为例 其主要由搜索雷达跟踪雷达以及火炮构成 整个系统的作战功能 全部由高速计算机自动完成 而它的火炮系统则是著名的火神炮 从发现到开火整个时间约4.3秒 当目标接近最大有效射程时 火神炮开始射击 最开始2秒射出约140多发炮弹 基本算是轿炮 这段时间如果亚音速导弹 又前进了约600米 剩下的射击过程中 火神炮就会实现闭环射击 越打越准 直到机摧毁目标 大部分情况下 火神炮在打出约200发炮弹时 目标距离舰船500米外 就被完全摧毁 其搭配的脱壳穿甲弹最大射速可达每分钟6000发 有效防御距离超过3000米 虽然20x102毫米炮弹的威力 比不上韩国的30毫米炮弹 但重要的是 MK15满足了密集阵的高射速这一核心 建在MK15火神密集阵系统 采用雷达以及光电跟踪探测系统 自动四伏系统 毁伤评估系统 目标分析系统于一体 反应时间极短 而这一优势就是密集阵的两大核心之一 无论哪个国家的进程防御武器 只要能将这两个核心都做到顶尖 一定是最好用的 电影中 俄军导弹是从暗机发射 飞向港口已经露头的美军舰艇 属于导弹的一级进程 拦截这种速度的导弹 对于每分钟6000发的进防炮来说 完全不在话下 让我们再换一个角度 把身份换成是打击的一方 怎样才能让导弹或者战机突破进防炮的密集阵火力网 成功击中目标呢 目前密集阵进防炮仍然是美军和其盟友舰船上主要的进防武器装备 对付那些非超音速反舰导弹 小型飞行器 以及武装直升机等目标 还是不错的 但用此类密集阵对抗那些超音速导弹就有些费劲了 对抗末端高超声速导弹更难 所以我们可以暂时得出一个结论 超音速导弹是突破进程炮密集阵的防法之一 可问题是 在超音速导弹抵达进程炮之前 要先突破美军海麻雀防御密集阵 拉姆进防导弹密集阵之后 才有可能击住目标 进防炮密集阵由炮弹构成 火力锁定全靠发射平台的转向 而上面这两种密集阵 则是用智能弹药拦截目标 射程最大可达20公里 拦截方式也更加灵活 用价格昂贵的超音速导弹 打击进防炮密集阵后面的目标物 首先要过的就是智能弹药密集阵这一关 成功了还好 不成功肯定亏大 接下来 有一个更省钱的办法 早期禁防炮密集阵所采用的是VPS2雷达 搜索天线作用距离约5.12公里 波数上面涵盖整个垂直区域 高精确度的电子波数 能够有效探测到水平方向 以及从上方来袭的反舰武器和目标 随后美国改进了雷达探测系统 以新的四片式背接平面雷达天线 取代了原有的2D反射式扫描天线 整个雷达天线分为两个部分 密集阵的整体效率是提高了不少 但同时带来的也有新问题 比如禁防炮的头顶会出现一片盲区 据资料显示 密集阵BOK-1射击阳角高度经过改进升级后 具备复25度到正80度的阳角覆盖 也就是说禁防炮的最大阳角不会超过80度 说到这儿如何摧毁禁防炮密集阵 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 除了超音速导弹之外 这是第二个可能破解禁防炮密集阵的方法 不过火力军要说的是 这种方法仅仅只是理论 因为无论是自上而下垂直打击的导弹 还是从上空投放的炸弹 同样也要先突破海麻雀 或者拉姆导弹的密集阵才行 接下来 由如何打击加特林式进程密集阵 引申出第二个话题 海麻雀 拉姆进程导弹所形成的密集阵 是不是比加特林机炮形成的密集阵更好用呢 事实上 两者都属于密集阵进程防御系统 一个发射30毫米口径的炮弹 一个发射的是导弹 只是后者的拦截距离要比前者稍远 美军也考虑过取消加特林式密集阵 由ESSM和拉姆系统代替 比如DDG-82-DDG-102伯克级 一开始都没有安装密集阵系统 但很快 美军还是在伯克级上保留了一座 加进程炮防御系统 原本没有光秃秃的伯克级 也开始陆续加装 为什么会这样呢 类似于踢足球 美国队参赛不带守门员 这种情况下想赢球 他的后卫和前锋 必须拥有压倒性的优势 因为一旦前锋和后卫掉链子了 必定输球 加特林进防炮密集阵 对于亚音速0.8马赫的典型反舰导弹来说 拦截成功率较高 即使面对蛇行机动 或跃升俯冲机动的反舰导弹 也有0.7以上的拦截概率 但是对于超音速导弹 比如末端冲刺的英机18 或者红宝石导弹 密集阵进防炮的拦截成功率 只有0.3到0.6 相当于足球比赛中的门将 其职责只是补后卫的漏洞 而不是让他去解决对方前锋的单刀直入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就说明自家的前锋败了 后卫也漏了 当一颗超音速导弹 突破了美国中远程导弹防御系统 突破了海面 陆及中进程导弹拦截系统 这个时候 在指望进防炮密集阵补救 就相当于 让一名小学生守门员 去拦截梅西的点球 这要求着实有点高 真正需要进程炮喷火的时候 说明来袭导弹已经突破了宙斯盾 神盾防御系统 可以说 舰艇的最后一刻来临了 会不会玩完 就看密集阵最后哆嗦这几下 成功拦截 导弹的爆炸残骸或冲击 会劈头盖脸的向船上砸过来 造成人员伤亡或设备损坏 但这总比被直接命中要好得多 目前 进程炮密集阵陆基设施 安装简单 再去只需提供电力就可以了 不需要和车辆作战侦测系统 进行整合 也能单独运作 安装的位置 只要确保结构强度就行 既可以雷达追踪搜索 目标威胁评估 也能及时锁定开火 和不同距离的防御系统形成互补 是防御端最后的保留手段 根据以上的内容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韩国自研的CWS-2系统 无论它们的设计有多先进 用处可能都不会太大 因为这种武器系统 韩国大概一辈子都用不上 如果真用上了 那说明韩国的防御系统 包括其背后美军的防御系统 都被逐一突破 这种概率又有多少呢